他其實平常的話就是很難 很黏人 就是他有稍稍一點點分離焦慮症 對 然後蠻強刷 小聰明的 然後很貪吃 他什麼東西都吃過 像是 什麼衛生紙啦 然後生牛肉啦 水餃 漢堡皮之類的 全部都吃過 應該是趁你不注意的時候 沒錯 就常常買個早餐可能吐司夾蛋 然後吐司夾肉 然後上次我回來就發現剩吐司 裡面料都被吃光了 他很會挑耶 對 他只挑就是他味道比較重的來吃 很聰明 好可愛喔 那語言一開始為什麼會想要養臘腸狗呢 其實我本來就喜歡比較偏短腿類的狗狗 然後其實那時候是因為學生時期 那時候大學 然後有蠻多身旁的朋友就是都有養臘腸 其實我從小就一直很想要養狗 然後那時候其實就是 小時候對臘腸狗這類的權種 就是一直都覺得很喜歡 對 然後那時候就因緣際會下 剛好那一年跟媽媽就是協調 媽媽終於願意讓我養狗了 因為以前就是有養過那種小老鼠啊 然後可能他們就是過世的時候 就是會哭到不行 對 所以我媽那時候就很怕 我又經歷一樣的事情 怎麼了 怎麼了 年年還是你下來 那時候媽媽其實是怕說就是養狗狗 萬一他們真的最後老了 然後過世了一定會很難過 可是我那時候就覺得 從小就想要養 然後我也是希望自己的成長 人生的階段就是有狗狗的陪伴 所以那時候就是剛好因緣機會下 就是看到有人在送養 就他們家生了好像四五隻 然後就是問那時候有沒有人想要領養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還特地 我一看到這個消息 我就馬上跟那個四祖聯絡 然後就晚上 滿晚的手刀衝去基隆 然後那天還下著大雨 把他從基隆這樣子接回來 就真的只要他平安健康的 開心的過每一天就好了 吃飽 睡飽 喝飽這樣 就滿足了 對 感覺好像Kona的出現 真的也帶給你很多的快樂 對 很多意想不到的小驚喜嘛 對 那我是不知道為什麼整集 他都不在我身上 整集都在陌生阿姨身上 好像搞錯覺了 你就看他心情 他今天想要開誰的牌這樣 今天想寵信誰 其實他選了斗宅這副牌 謝謝 謝謝 好了 Kona 好了 好了 你今天 真的是有那個斗宅 那個公狗的味道 對 斗宅魅力無法打 對 放一張斗宅的照片 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余恩 來到現場 要跟我們分享那麼多 她跟Kona溫馨可愛的小故事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記得幫我們按讚 分享 還有記得幫我們五星好評 我們每週一的時候 都會做更新哦 今天非常感謝余恩 還有Kona 謝謝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戰鬥 在這裡 電騎 說明 說明 我因為 它 CC 性